下面这个呢是以前旧课本的 这里面会考的东西就比较爱考 这个是个表格 这个是个表格 表格 基隆 淡水 无期 台中 高雄 然后开始问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过 有人会问这个 九点钟的时候满潮还是退潮 先暂停 来停 暂停一下 这个题目 这种题目 这种题目 给表格的这种题目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学测考这种题目的时候 上面是满潮时间也有 甘潮时间也有 都给了 第一次满潮 第一次甘潮 第二次满潮 第二次甘潮 都给了 很好 你什么都给我 上面写几点 就是几点 但是你在考卷上一般老师出考局的时候 大部分像这样 只给你满潮时间 第一次满潮 第二次满潮 明天第一次满潮 只给你满潮时间 没有甘潮时间 可是当会你解题的时候 那你就放在这个题目了 但是你解题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甘潮时间 怎么办 加起来 除以二 中间那个时间 甘潮时间 加起来 除以二 中间的时间就甘潮时间 OK 所以如果你只给我满潮 没有给我甘潮 那我怎么知道甘潮时间 加起来 除以二 中间的时间是甘潮时间 还有一种题目什么都不给的 没有表格 没有数字的 就问你天出的黑风那么大 爸爸比你去 为什么还不回家 请问你下个叙述 何者正确 那如果是 如果是像这样的题目 用背的 如果是用背的 背什么 背 潮系每天延后五十分钟 潮系的周期 十个小时又二十五分钟 OK 好 如果像学测一样 什么数字都有 有满潮有甘潮很好 那上面写几点就几点 如果 如果 只有满潮没有甘潮 就说甘潮 满潮时间加起来 除以二 中间的时间是甘潮时间 如果什么数字都没有给我 什么表格没有给我 你还问我一件问题怎么办 背 潮系周期 十二小时又二十五分钟 满潮到甘潮大概六小时嘛 六小时 十二分钟这样 还有 潮系每天会延后五十分钟 用背 用背 OK 好 这里要问 这里要问你 这里要问你 他说 上午九点淡水是涨潮还退潮 所以显然需要知道什么时候甘潮 满潮到甘潮是什么 满潮到甘潮叫做落潮 甘潮到满潮叫做涨潮 所以你要需要知道 你需要知道甘潮什么时候 然后你就会知道九点之后 然后我想过画那个波浪图就会了 画那个 画那个波浪图 画那个波浪图一点就会小 小朋友 他的甘潮怎么收 加起来 数以二 二十二加十 数以二 十六 二十六加三十二 数以二 二十九 大约四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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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大约四点半 那请问你 那上午九点 上午九点 上午九点是涨潮 或者是退潮 老师刚才说话的破浪图 第一次满潮是十点 第一次满潮是十点二十六分 第二次满潮是什么时候 二十二点三十二分 然后呢 赶草刚才讲多少 加起来 数以二 加起来 数以二是 十六点二十九分 大概三十四点半 然后呢 九点钟 在哪边 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是 涨潮 或者是退潮 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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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草就是所谓落到最低,潮尖在整个落草给你看 所以理论上观察潮尖在生物的好时间是甘草全后一小时 但是有的时候,选项的答案没有这个答案 没有甘草全后,它怎么办? 请你挑最接近甘草,而且正在落草的 最接近甘草,表示潮尖在落草的最多 让你看到,正在落草,表示它会越露越多给你看 而不是越来越少 所以如果没有甘草全后一小时的答案 如果没有甘草全后一小时的答案 请你挑最接近甘草,而且正在落草的 不然就挑那个甘草,刚才已经画过那个图了,对不对? 所以根据刚才我们所画的那个图 根据我们刚才画的图 所以这个是十点三十二分 这个是十点二十六分 这个是二十二点三十二分 这个是十六点二十九分 那请问你上午十一点钟去好,还是下午四点钟去好? 翻草朝间带深屋 上午去好,还是下午去比较好? 哪个时间比较好? 我们讲过理想上的好时间是什么时间 翻草前后一小时 也就是三点半,下午三点半 大概是下午三点半到下午五点半 对不对? 然后呢,你现在四点在哪里? 四点在这里 这是十一点嘛,对不对? 四点在哪里? 在这里嘛 所以谁是理想上的好时间 所以应该是下午四点钟 这个时间比较会有人问的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去观察的难生物 下一题也是有人问 不是问的时候,问法的时候有点不同 所以我要去钓你 红细的鱼类在开始长潮的时候到何口密时 请问你两点钟去哪里比较合适 有人考这一题的时候 有人考这一题的时候 他要求要刚刚开始长潮 所以你要挑刚刚过干潮 有人是只要长潮就好 看你怎么写,看你怎么写 有人是只要长潮就可以 所以他请问你 这里就是问你 下午两点 他给你的一个图里面 下午两点 谁是在长潮 他说开始长潮 会去何口密时 下午两点去这些地方 谁是开始长潮 高雄 高雄 基隆淡水无漆台中高雄 你选高雄 对 对 要过干潮嘛 长潮要过了干潮 对吗 要过了干潮 你干潮 所以你还是需要 你还是需要 这道开潮时间 怎么办 夹起来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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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故事是,有一年我考了一期,答案是无期 然后呢,结果那名错了一种叫我,同时错了一种叫我,我问你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我问你已经暗示了你,结果,对,他们答案又是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认为我有四个选项,他们不知道两个选项 我第一个选项有淡水,第二个选项有冯湖,第二个选项是无期,第二个选项是大吴,台东大吴,台东,所以他们无期在哪边不知道,大吴在哪边也不知道,他们知道淡水跟冯湖,而且如果我们选项就连淡水都不知道,就可以直接去实断 然后,所以他就,他就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冯湖,现在都不会写,所以错一冯湖,只得乃达,他想说,台中线,台中,为什么这里还有台中线,他不是台中港 答案呐,台中不是冯湖,答案呐,你只要看时间,你根本不用马上在,你再管时间就好了,答案,没有 答案呐,你兄弟说是高雄啦,这一答案呐,他也正好看时间,没错啦,有的选项是自己要展合,不用正要开始,所以他的原因是正要开始不错 答案呐 二点钟 答案呐,帅哥美女答案呐 兩點鐘 要過了 要下午兩點 十四點 要過了甘草 要過甘草 十四點要過甘草 這需要算這麼久嗎 甘草已經算好了 甘草已經算好了 多幾雷啦 你選的答案是很多東西 你選的答案 甘草應該比高雄 阿講高雄的時候 你說不要選高雄 阿改台中課就說你要高高雄 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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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听懂吗 喂喂 有听懂吗 长潮是过甘潮 有听懂吗 长潮表示过了甘潮到满 甘潮到满 还叫做甘潮到满 还叫长潮 所以长潮要过甘潮 有听懂吗 好 来请问你 加拿来除以二多少 29除以二是14 多一个小时 60加34 到138又变成64 又多一个小时 所以 所以就变成15点 大概08 刚才算是08是不是 34 08 可是 这个勒 那请问你 14点到15点没有 所以还没有到甘潮 还不到甘潮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还在落潮中 这没有 有没有到16点 也没有这也不对 好来 22加10除以二 16 51加55除以二 53 53 有 2点钟有没有超过16点 没有 所以这也不对 这个很接近 可是还是不对 来看 20加8 28除以二 14 14点 2点半 然后呢 47加才2点半 2点半 可是2点钟有没有到 还是没有到 它很接近甘潮 可是有没有到甘潮 还是 还是在落潮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7加19 13 除以二 13 27加03 15 1点15分 1点15分甘潮 2点钟过了没有 过了 过了 所以呢 它已经过了 它已经过了我们的甘潮时间 所以它 开始怎样 長潮了 超级生的 一吃掉 6支啊 所以它 6支啊 所以开始长潮了 6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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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咯呢 我们答案选谁 6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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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請问你它的平均值 这平均值就是算你 这是要算潮汐的周期啊 所以两次的潮汐的渐渐算周期 然后呢 我就帮你算好了 你也不用算 因为这个也通常也沒有人 好这个 好 哦 看从那边好这个 我要你背的 我要你背的周期是多久 12个小时又25分钟 但是现实生活 但是现实生活里面不见得是这样 现实生活里面并不见得是这样 那个是用12小时或12小时是用非常粗略 这个也不考虑 那个也不想的 非常简略粗略的讲法 所以刚刚问我说是不是并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那个只是非常的粗略的讲法 但现实生活里面不是这样 但是下个就说你要delay 你很厚 他说你delay 他说今天第一次跟明天第一次见得到 那问什么 问你每天延后多久 然后我们也帮你算好了 可以算好了 那这个也不重要 就是现实 我要你背多久 50 你要背好 你要背好我要你背 你要背好我要你背 每天会延后50分钟 每天会延后50分钟 这样 这个比较没有水 ok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 就是下一个咯 评解课堂力 评解课堂力